中文字幕 李宗盛 出示威很多街 慢慢躲在家裡 看地方 屋主在這間屋都已經住了十年 所以決定裝修一下 而且還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看了很多間不同的公司 看看他們可以給我一些選擇 當然價錢很重要 還有想看看口碑的方面 問了很多朋友 還有看到很多報章 周刊 盡量拿多些評價 信心看看有哪間比較有信心的地方 陳先生決定為顧設計情報中心之前 做了一年多的預備 那他做了些什麼呢? 最終又為何會選擇設計情報中心呢? 看過很多作品都覺得很特別 還有很多實而不華 這間屋確實是一個小型的電影院 護主陳先生很喜歡玩音響 而身後一個櫃都是為他的音響組合而設的 有了他們之後 護主留在家裡看電影的時間 更多於他家旺 最初打算選擇弱一點 但是做一做一做都好像做了很多東西出來 還有實用 實用 自己很想有一個影音的空間 主要都是圍繞影音的空間 護主陳先生喜歡新啤色 客廳的全部櫃都用了啤色來做 而間隔都相當之實用 設計師能不能夠提供到專業意見給陳先生呢? 他都給了很多意見給我 很多都很有用 他都要求我給我所有將會買的 或者已經有的器材的尺寸 用途 他都在燈光 在顏色方面都給了很多意見 主人房這個地方原本是兩間房來的 但是改動了間隔 拆了一份牆之後 就變成一間又大又實用的套房了 一邊是睡房 另一邊是書房 間隔非常之分明 設計師在整個過程裏面 每一個部分都很緊張 比起護主更緊張一些 是的 他比我更緊張 因為本來我是比較早就找到他 我預計了很多時間 大概都預計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去做 但他經常擔心 擔心 擔心 有時都催我給他很多東西 那我又 我很喜歡選擇 那很多時都 就是 舉其不定 這樣 給不到他 他想我給的東西 搞到 有時就好像 好像他走 整天打我來催我 那大都督都好 原來在個裝修過程裏面 陳先生都有來到施工單位現場 看裝修師傅做事的 裝修師傅 挺好笑的 裝修師傅 是啊 有聊有說 其實都挺好的 不會說 呃 舊頭旗 有時我還覺得 要不需要 好像 執著了一點 這樣 即是他們都做得很重 這間屋就裝修好了 戶主最滿意是哪一部分呢 最滿意 其實整體都會滿意 整體都很配合 整個環境都很舒服 整個環境都很舒服 可以 看完照片都可以 就更加 挺好的 因為 本身我自己 就 家裡沒有拍全家福的習慣 那我一說起 媽媽都很緊張 爸爸就 假裝不緊張 其實都很開心 開心的 開心的 那 就 拉拉斜斜的 都拔到上面 不需要問 都知道 護主一定有 將我們公司 介紹給其他朋友 認識了 我家裡已經淪為幾班朋友的 clubhouse 上來看電影 上來打牌 上來煮東西吃 開大餐 有些說自家裡裝修 他們要搬上去 我會煮的 但他們個個都讚 設計情報中心 是否值得 介紹給其他 親戚朋友 知道呢 這個 當然會 其實數數手指 我接下來 都有 應該有四個朋友 會裝修 他們都 剛剛買了屋 其實我都未出聲 他們已經 已經問定我 說 給我一些資料 你家裡裝修得這麼好 就是 介紹一下哪個資金師 或者 哪個公司 都問了很多 這些方面 我都會介紹